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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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陪伴他们 他们问我说 教会要怎么面对呢 很多牧者因为这样 变得更忙 理论上讲 没有聚会了 或者是说不需要 或无法探访的 看起来应该比较空闲 不是吗 可是他们跟我说忙到不行 甚至有好几位都已经有忧郁症 有抑郁症的 倾向 他们问我该怎么办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要说 但是我要说 现在由于能见度太低 实在很不容易下决定 什么叫做能见度太低呢 就是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 当时2003非典的那段日子 亚洲特别紧张 可是疫情突然就停掉了 到现在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非典的那个疫情就停了 即便是 1918年到1920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其实现在也不准确知道 为什么这个疫情会突然停掉了 你知道病毒的疫情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有的时候他就嘎然而止了 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此我说能见度很低 并不表示前途 勘虑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虽然 现在有一些疫苗好像已经发明出来了 但是施打的结果怎么样 也要一段时间 甚至欧美大部分的国家现在不敢说他们有疫苗 甚至他们还在做人体最后一阶段的试验 有许多大药厂相继就放弃了实验 因为他们碰到了一些瓶颈 其实是什么时候全世界可以开放 还是这个未知数 今年一月我从纽约回来以后 二月要去亚洲 三月要去欧洲 五月还要去欧洲一趟 七月要去美国 到现在今年全部没有了 所有的飞机取消了 今天还有人告诉我 明年情况怎么样 还完全无法掌握 这个就是能见度太低 就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说不定突然就好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个缘故 我常常劝我所陪伴的那些牧者们 其实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 当然我一方面还是忠心的牧养 神所托付我的群养 带领我的教会 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我告诉许许多多的牧者说 有些事 你继续做 但要花更多的时间 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等候他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 读过戴德生的传记 他说 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妹妹说 今天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 才好 所以 我要花三个小时祷告 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段话 我真是说 这个是什么逻辑呀 今天太忙了 忙到不知道怎么办 应该是赶快工作 赶快服事 赶快联络 赶快探访 赶快预备奖章 可是他说 今天实在太忙了 事情太多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 所以我要花三个小时祷告 我想这 这实在是一个属灵的人的看见 亲爱的牧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今天也是这样 是 我们会担心 我们会担心病毒 我们会担心 等一下出去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担心 我们虽然戴着口罩 别人不戴口罩 特别是在欧洲 我们华人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是乖乖的 我们可是很怕 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戴着口罩 不懂为什么 欧洲人不戴口罩 不怕口罩 不怕病毒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就在这个时刻 我们应该怎么面对 因此 当张牧师邀请我来 分享的时候 我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怎么告诉大家 后疫情时期呢 真的 我们能够面对 后疫情时期吗 我们真的能够面对 未来该怎么办吗 或者我们现在 该怎么策划 我们现在该怎么样 把教会建立起来 或者我们做什么事情 就对教会最有帮助呢 在我的想法 当然我们要想 特别是鸿工 特别是牧者 但 对于每一个人 包括同工 包括牧者 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更多的安静在 神的面前 预备我们自己 不知道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一开 我们怎么面对 我们是不是 我们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了 因此我就决定 要来讲 当时 在初代教会一个面对 那如果你是在网络的前面 你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 或者你就看着一幕 我们来把它念一遍 好不好 我们都开口念 虽然我们听不到别人念 只听了到自己念 如同我现在一样 我自己在这边讲到 我面对的是我的家 可是我可以读圣经 因为圣经是无论什么时候读 都进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16节到23节 有大书16到23节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请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怨言的 谁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 为得便宜 惨媚人 亲爱的弟兄 你们要纪念我们 主耶稣基督之使徒 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末世必有好击翘的人 谁从自己不尽钱的 私欲而行 19节 这就是那引人 结党属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亲爱的弟兄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其实最主要和大家 一同来分享的话 其中还有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也把它念完好不好 二十二十三节 预备 请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搭救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 怜悯他们 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 也当厌恶 从这一段的经文 我要和大家分享 这世代我们要如何活出爱 它有两个重点 第一 我们来看 这世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 到底这个世代是个怎么样的世代呢 我想绝大多数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 痛苦指数都很高 什么叫痛苦指数呢 就是你到底有多痛苦 其实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学非常发达 医疗非常进步的时代 喜欢物质享受的人 虽然可以得到人类有史以来品质最高的物质享受 无论吃的穿的用的住的看的都出神入化 一日千里 但我相信我们同时也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真的这些满足能叫我们真正满足吗 吃的用的花的暂时满足 但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随着我们的满足点越来越高 我们满足感的持久性越来越短 人的满足永无止境的增加 但可以满足的却赶不上这个程度 人真的有更满足吗 如果你是一个吃过好餐厅的人 你吃了五次同一个餐厅 好餐厅哦 你觉得呢 你第六次去跟第一次的感觉一样吗 如果你穿的是个很好的衣服 有一次有一个人送我一个非常好的领带 世界名牌 我从来没有戴过这么好的领带 那天我一戴上去之后 说真的 从内心身上说出来的 我打上去之后 我就一拉 我感觉脖子很舒服 我也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真实的 可是让我感觉很舒服 可能就是那个质量特别好 戴上去脖子也不紧也不松 可是带到第五次呢 所以人的满足永无止境的增加 我们不容易被这些事情满足 人真的能够更满足吗 我们现在还在讲前沿的部分 加上这个世界的经济太不稳定 穷人一夜致富 有钱人可以一系崩垮的例子越来越多 其实你稍微想一想 物质的满足绝对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不仅物质的满足是如此 精神的满足也是这样 更严重的 其实我们知道 不是外面满足不满足的问题 而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 是一个不良的环境 不良的环境 就像我们这里讲义说的 这是个怎么样的世代呢 这是一个有不良环境的世代 我们现在的环境实在太差了 所谓环境差 其实是指着我们所生存的 这个地球整体状况 以及在其中的地区 国家和社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统计过 世界的新闻报道 当然太多了嘛 可是我们所接触的有多少是好消息 有多少是坏消息 有多少是经过证实的 有多少只不过是八卦 没有经过真正的考证 现在许多的媒体专门报道 个人私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吸引我们的耳朵 填补我们生活的空缺 这些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须 真的很可怜 而现在全世界的消息 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有多少是美丽的故事 又有多少是可以存之久远的 其实这些不良环境 并不是自然造成的 那这么不良的环境哪里来呢 不良的环境根据尤大书第16节到19节 不良的环境是因为有许多不对的人 有许多不对的人 不良的环境是有许多不对的人 由大书16节到19节这样写 他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 贵得便宜惨媚人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 是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末世必有好计较的人 随从自己不尽钱的私欲而行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 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从刚才我们所读的16节到19节 我们看到不良的环境 是因为有许多不对的人 不对的人 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为何最近十几年地球气候变化这么大 为什么 其实不是因为地球自转或公转出的问题 不是 也不是其他的星球或者是太阳 对地球有影响 不是 而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最近几十年人类的医疗进步很多 但新兴的疾病却更多 更无药可医 更无法预警 这些都是人类对大自然破坏 所造成的结果 森林的面积不断减少 物种不断地被人类消灭 你知道消灭一个物种 会使得另外一个物种没有天敌而造成困扰 这个是一个物种消灭之后最大的困难 是我们很希望不要有物种消灭 可是你知道一个物种消灭 它是另外一个物种天敌的消灭 你就导致另外一个物种可以大量滋生 人不对这个世界不可能和谐 这个环境不可能改善 这还不包括人际关系 因为自私而彼此伤害 为争权夺利而牺牲别人 因为要取得更多利益而以灵为祸 因此这个不良的环境 是因为不对的人造成的 而不是自然形成的 第三 其实这个世代是个怎么样的世代呢 这个世代是我们周围有许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周围有怎么样有需要的人呢 由大书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搭救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 怜悯他们 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 也当厌护 在这边 我们周围有许多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人 我们就不说了 不仅在社会上如此 我们在生活的大环境当中如此 甚至在教会中 我们彼此为弟兄姐妹的人当中 也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 有人信主很多年在这里二十二节说 他存着疑心 我们要帮助他 我们要怜悯他 有的人被罪恶捆绑 紧紧的捆绑 有些人虽然信主没有问题 可是他一直像小孩子一样 属血肉属肉体 他被各样的罪恶 被各样的私欲 自私无法控制舌头思想 消极负面 老是错误解读别人的话 他一直怪别人 在他心里面只有他自己是重要的 只有他自己 才是他生命的中心 是宇宙的中心 他自己从来不会出错 在这边尤大叔的作者 要我们去帮助他们 去怜悯他们 去搭救他们 甚至我们因为也怕被牵连 连那些被情欲散染的衣服 我们要厌恶他 以至于我们不会亲近他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看到第四点 既然这个世代 外在有不良的环境 不良的环境是有不对的人 周围还有许多需要的人 那么面对需要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的 我们必须要有能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除非我们有能力 除非我们能够解决自己的困难 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帮助别人呢 中国 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吗 自顾不暇 自顾不暇 我们自己都顾不来了 我们怎么顾别人呢 所以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必须有能力 那今天的问题在这边 我们怎么有能力 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别人 我们连我们自己 我们都没有办法有把握 我们面对这么不好的环境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此我们就要来看到 这段圣经的重点 也是我盼望在疫情结束之前 我们要一直放在心中的 那就是如何在这个世代活出来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 犹大书第20节 21节 我们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犹大书20节 21节是整个犹大书的重心 面对这个邪恶的世代 有太多不对的事情 我们需要去面对 我们要停在这一个页面上面 我要请你们一同来看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我们要一直看到 我们明白以后 我才要继续往前走 因此我们就停在这个页面上面 我们知道 有太多的问题我们需要面对 有太多不对的人 我们需要相处 其实我们连我们自己 都不太喜欢我们自己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有办法呢 我们自己还需要别人怜悯 我们自己还需要别人搭救 我们哪里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呢 我们哪里有这个可能去面对 外在不良的环境 和周遭的许多有需要的人呢 犹大书第2021节提出了解决之道 这个虽然是初代教会 使徒们就写给当代弟兄姐妹的 但是就今天我们21世纪 2000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说难怪这个叫做圣经 因为在第一世纪是这样 第五世纪是这样 第十世纪是这样 到21世纪 这仍然是我们面对这个世代 很重要的经文 那就是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我自己大概十几岁的时候 读到这个经文 那个时候我就把它背下来 我常常就这样想 我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我一直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祷告 要求我自己 希望我自己 一直到我后来 因为年轻的时候 只读中文圣经 也不懂 也不懂 那个时候也不懂读英文的圣经 也没人教我 也没有机会触碰到这个希腊文 一直到后来 才知道这两节的圣经 在解释上面 是有一个先后的 是有一个重点 有一个辅助的 我以前不知道 所以我把它当成四个平行的事情 就是第一 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第二 要在圣灵里祷告 第三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第四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如果 我们在座的 如果你是读中文圣经的 你可以 从这两段圣经 这两节圣经中 看到 应该跟我一样 这里面有四个动词 第一个 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这是个动词 造就自己 用至圣的真道来造就自己 第二 在圣灵里 祷告 所以祷告是个动词 我们要祷告 第一个 造就 第二个 祷告 第三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保守 保守自己在哪里呢 在神的爱中 第四 仰望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所以仰望 这里有四个动词 我以前把它当成四个平行的句子 就常常为我自己这样祷告 勉励我自己 对自己说话 说你这样啊 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所以我很努力读圣经 他说在圣灵里祷告 所以我好好祷告 第三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怎么样活在神的爱中 我怎么样活在神的爱中 第四 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所以我就说主 你怜悯我 你怜悯我 这个是我多年来一直这样做 一直到后来 你从英文的版本 或者你从希腊文的圣经 你才发现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里面的四个动词 其实只有一个是动词 另外三个是分词 如果我们懂得英文 我想德文可能应该有这个状况 我德文已经三十年没念了 不太懂了 年轻读法律的时候 需要读德文的 那个时候看很多的法律文章 都要用德文 因为德文 德国的这个法律 影响了中国 影响了台湾 所以这些很多的法律 从德国来 在我们那个年代 现在更多受到 别的国家的影响了 这里面有三个是分词 就是造就自己 Building up 祷告 Praying 第三个仰望 Awaiting 只有一个是主动词 只有一个是主要动词 那就是 Keep yourself 保守你自己 保守你自己 因此 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不良环境当中生存 要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 我们要怎么做呢 请我们看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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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 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 我请所有在参加聚会的 无论你在哪里 你可能是在自己的家里 你可能在外面 或者你是看着手机 或者你是看着电脑的荧幕 请你跟我念这一个句 这个句子就是 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 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 再一次 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 21节告诉我们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这里的keep yourselves keep 是唯一的动词 在这两节当中 唯一的动词 是的 我们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 什么是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呢 活在神的爱中 就是我们要活在神的爱中 英文说 keep yourselves in God's love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那我们的问题是 为什么是神的爱 为什么不是神的恩典 grace 为什么是God's love 为什么不是神的公义 righteousness 为什么不是神的信实 faithfulness 为什么不是神的能力 为什么不是神的圣洁 而是神的爱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神就是爱 我在这里 没有要处理教义的问题 我在这里没有处理神学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是很奇妙的一卷书 他更多是体会到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是有感觉的 我们想要有神的公义 我们想要有神的信实 我们想要有神的圣洁 但是我请问你 什么是让你感觉到你跟神最亲近的 是公义吗 是圣洁吗 是能力吗 不 是神的爱 是神的爱 圣经上说 因为神就是爱 神的爱让我们在最不好的环境中 都能够存活下来 神的爱能让我们不会信 你记不记得 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 呼召彼得的说 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耶稣为什么不恐吓他 你给我试试看 养我的羊 你看我怎么修理你 他为什么不恐吓他 他问我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因为当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 你就能牧养我的羊 这是主耶稣说的 我相信 最能touch到我们 感动我们的 是神的爱 是神的爱 神的爱 让我们不被打败 只要我们在神的爱中 我们就能活下去 其实如果我们看人类跟神的整个的互动 神就是要用他的爱来得着我们 当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中 就是放他们在神的爱中 伊甸园有一切神的预备 甚至伊甸园的温度让他们可以不要穿衣服 是因为人的罪 所以让他想穿衣服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那里的温度不是刚刚好 不够冷 也不够热 这我们必须穿 这个不是 只是一个 羞耻的问题 对吗 神的爱是什么 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切 神的恩典这么多 你想想看 神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 也就是这一颗也可以吃 那一颗也可以吃 你今天想要吃这个水果 你整天吃这个水果 你一个月吃这个水果都没有问题 你要是想换 你每天换 每顿换 只有一颗不能吃 亚当夏娃就偏挑这一颗 当亚当夏娃决定吃分别散热树果子的时候 就是不保守 他们自己在神的爱中 所以他们必须离开伊甸园 他们必须离开伊甸园 因为他们不保守自己 他们在神的爱中 因为神跟他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句子 不是很明白 但 亚当一定明白 那个死不是肉身的死 虽然后来因为罪 死也进到 这世界 但是 他的死是与神隔绝的意思 即便今天生命上 许多地方的死 都是与神隔绝的意思 神对亚当说 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其实是吃的日子 你就离开我了 你选择不要我 是你选择不要我 神给他一个选择 他选择不要神 所以他只好离开神 离开伊甸园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弟兄姐妹 你我要保守自己 藏在 神的爱中 当以色列 不再以耶和华为 他们的神 而去拜 别的偶像 他们就 没有保守 自己在神的爱中 他们跑到 神的爱 范围以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不是只是批评亚当 夏娃 我们不是只是说 为什么这些犹太人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怎么一而再 再而三 在同一个世界上面 解放呢 你我不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没有保守 自己在神的爱中 你要知道保守 自己在神的爱中 就是你 不要离开神太远 不要离开神太远 有一次我带 十几对夫妻 一起 查经 那我们就在一起 围着一个很大的桌子 在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 他家里有个很长 一个大的长方桌子 我们就在那里 摆了一些 水果在 这个桌子上面 也摆了一些甜点 在桌子上面 有茶 有咖啡 那个主人接待我们很好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 就查经 就查经 在查经的时候 我看到 有一个 年轻的妈妈 大概 三十岁左右 她有两个孩子 那个女儿呢 大概就三岁 四岁左右 我们在那边查经 她妈妈很认真 就是跟我们查经 查经 那个女儿跑过来 就爬到她妈妈的身上 就跟她妈妈说 妈妈我要吃糖 她妈妈就说 大家来查经 不要吵 她就说 我们要吃糖 她妈妈说 我们要吃哪一颗 她就说要吃巧克力 她妈妈就把巧克力拿起来 她吃的时候 就乖乖坐在她妈妈的身边 就坐在她的身上 她就给她抱着 她就给她抱着 然后那女儿就吃 她妈妈一边查经 一边也就抱着她的女儿 那个女儿把巧克力吃完了以后 吃完了以后 就把那个手 有巧克力 就插在她妈妈身上 插在她妈妈身上 她妈妈说 你怎么搞的 怎么把巧克力 插在我身上呢 她说我的衣服 就被你弄脏了 那小女孩就跑掉了 就去玩 过了一会儿 她又爬上来 爬上来 又跟妈妈说 我要吃什么 她妈说 你别吃了 我们在查经 你不要吵 那小女孩说 妈 我要吃水果 又怎么样 她说 我该吃水果 又拿水果给她吃 她又吃 就把那个水果 就逼到她妈妈身上 她妈妈说 你好好吃 你吃得我全身 都是果汁了 小孩 小女孩又跑掉了 我要玩 又跑过来 爬到她妈妈身上 这一次她爬的时候 就没有 就拉着她妈妈的衣服 她妈妈穿了一个圆领 她就拉着妈妈的衣服 她妈妈的衣服 就掉下来 她说 你不要拉我的衣服 她说 我们的聚会 你这样我怎么聚会呀 我衣衫不整 那个女孩子又爬上来 那天 我在那里查经 我看到那个妈妈 我突然觉得 什么叫做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跟我 是不是像这个小朋友一样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活在神的爱中 不仅是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代 消极可以好好活下去的方法 在积极方面 也是我们活出爱的方法 活在爱里 让我们可以活出爱 只有当我们真正活在主的爱里 我们才体会到爱 其实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没有体会被爱的人是很不容易爱别人的 因为只有一个人被爱过 他才知道要去爱人 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爱过 他很难去爱人 所以如果你说 如何在这个世代活出爱 那最要紧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 当我们一直活在神的爱中 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我们体会到神的爱 我们享受到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爱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世代活出爱 如果我们要去看到那个不良的环境 那些不对的人 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需要活在神的爱中 当我们活在神的爱中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活出爱 体会到神爱的人 就能够表现出爱 所以第一 在这个如何在这个世代活出爱的 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保持自己活在神的爱中 但第二 如果我们要保持自己活在神的爱中 有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 什么叫两个方法呢 那个目的就是保持自己活在神的爱中 我们要一直保持自己活在神的爱中 可是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保持自己活在神的爱中呢 两件事 第一 活出爱要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 要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 亲爱的弟兄啊 圣经说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这是方法之一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方法之二 我先讲然后我再回来讲这个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 第三就是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 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 所以这里有说在圣灵里祷告 这是两件事 一个在至圣的真道上 building up yourselves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第二 praying 祷告在圣灵里面 好我们先讲二 讲二 活出爱要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 如何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 第一是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 我们看二 我们看二 活出爱要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 造就自己 一是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二是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在神的爱里呢 进而活出爱呢 那就是要用神的真道来建立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能够建立我们的是神的话 能够让我们一直愿意活在神的爱里的 也是神的话 那我们再来看亚当跟夏娃 亚当他们当时如果遵守神的话 他们就不会离开伊甸园了 对吗 因为神叫他们不要吃分别三个须的骨子 吃的日子 你必定死 其实 准确的意思 吃的日子你就与我隔离了 因为与神隔离就是死 所以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亚当他们如果遵守神的话 他们就不会离开伊甸园 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话 他们就不会被感散到全世界各地被在万国之中被抛来抛去 今天同样的我们只要用神的话造就自己 我们就会活在神的爱里 当我们活在神的爱里 我们进而 得出爱 我最近在我的教会推动读圣经 现在已经到十月了 我从一月开始 告诉他们 一天读五章 一周读五天 那你说礼拜六礼拜天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读五章对吗 太忙了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 你可以花点时间把它追上去 所以一个礼拜读二十五章 一个月就是一百章 圣经一千一百八十九章 所以十二个月就全部读完了 一千两百章 我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读圣经 而且我每一卷给他们讲解 他们读创世纪之前 我就讲解什么是创世纪 用十分钟讲解 把创世纪讲完了 他们就速读圣经 什么叫做速读圣经呢 就是不求圣解 不求圣解 因为你一求圣解 两节都读不下去 只有不求圣解 你才能够快快读 我跟他们讲快快读 你也不一定一天读五章 说不定你今天多 时间多一点 你一口气读十章 一章只要三分钟到五分钟 看你对圣经的熟悉 你就是五分钟 五章也不过二十五分钟 我给你半个小时吧 我们今天半个小时 不是随便都用掉了吗 你随便看什么东西也用掉了 你手机一天花多少时间 也不过二十五分钟 你就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结果我们教会有非常多人跟 那我每一卷都讲 和西阿苏在讲什么 使徒行传讲什么 以赛亚书跟耶利明书有什么差别 我去带他们读 带他们读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当然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 不是比谁 圣经读得好 读得多 读得熟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主耶稣的时代 法利赛人读得最多 读得最熟 读得最好 用神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是把神的话用在自己身上 把神的话用在自己身上 一个人只有把神的话用在自己身上 才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所以读圣经并不是为了别人 读圣经并不是为了比谁 读得更熟 读圣经不是讲员在讲的时候 我能不能够知道讲员所讲的所有圣经 读圣经并不是 讲员在讲的时候 我说他这样讲不对 因为另外一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什么 读圣经并不为了别人 读圣经是为了 自己 读圣经是为了自己 今天有太多的人读圣经是为了了解神学 很抱歉 我自己在 30岁左右开始读神学院之前 我已经把大部分的 我能够拿到的中文的简单的神学书都看完了 系统神学我都看完了 可是系统神学很懂的人 有比较了解神的心意吗 我告诉你我现在60多岁了 我越来越不相信这件事情 我越来越相信系统神学熟的人都拿来 judge别人 判断别人 很少拿来用在自己身上 读圣经是为了自己 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 你能够活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 就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有一次我在读 约翰平21章 约翰平21章提到 彼得和七个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边等耶稣 后来他们跑去打鱼 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 没有打到什么 以后耶稣 天快亮的时候 耶稣在岸边就问他们 小子你没有吃的没有 他们说没有 耶稣说 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比得早 他们就把网撒下去 那天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突然不太明白 第一 他们不是要在提比利亚海边等耶稣吗 他们去打鱼 我先不要说对或错 彼得带头 大家跟从 有事彼得丹 没关系 大家就上船了 可是一整夜没有打着什么 这也没关系 因为 渔夫也不见得每天晚上都打到鱼 对吗 可是当他们整夜没有打到鱼的时候 耶稣在岸边门徒不知道那是耶稣 这就罢了 因为可能有雾 因为可能天没有亮 因为可能远远看不见 耶稣问他们说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我的问题是 他们听不出耶稣的声音吗 怎么 耶稣死了 复活了 声音改变了吗 他们怎么听不出耶稣呢 我跟张牧师认识一段日子了 路加牧师 只要讲话 我想我立刻就知道他是张路加 不是我耳朵好 因为我们的声纹比我们的指纹辨识度还高 如果我没有记错 每一百万个人可能有指纹有两个相似的 一百万人 声纹差距更大 换句话说这么多的门徒竟然没有人听出耶稣的声音吗 耶稣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说没有 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圣经上说他们把网撒下去 觉得他不上来 因为余甚多 圣经上怎么记载 他说约翰就说是主 我的问题是七个门徒都没有发现那是耶稣 而约翰是什么时候发现是主的呢 是他把网撒下去拉不动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是主 那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我不再研究这段圣经了 我跟神的祷告是 我要做约翰 我要做约翰在所有人当中第一个认出是你 我不知道约翰为什么认出是耶稣的 可能因为他网撒下去 一拉里面这么多余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 一定是耶稣做的 就想起刚才那个是耶稣 那个是耶稣的声音 或许那天风很大 他们看不清 听不清楚 或许耶稣的声音有点变 或许他们太累了 听不出耶稣的声音 但是约翰是第一个听 感觉那是耶稣的 我跟主祷告说我要做约翰 从那时候开始 我常常在生活中 在服事的里面 在决定的时候 我跟主说 是你吗 你要我这样吗 你要我这样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何在这个世代活出爱 那就是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 而其中有两个方法 第一要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 就是在神的话 神的话用在自己身上 第二 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 持续在圣灵里祷告 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来读二十节B 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讲三 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有人的祷告不在圣灵里 他是用理智的 他是用分析归纳来祷告的 他是在想怎么样祷告上帝会听 祷告的时候经过大脑精细的计算 评比 祈求的时候看看合不合科学 有没有可能 我要这样祷告吗 请问你是怎么样祷告的 祷告的心态是什么 祷告要在哪里祷告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在理智的里面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在计算的里面 我可以告诉你那不是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在主里面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在真理里面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就是你真心的祷告 这件事情也是我到2011年的时候才明白过来 在2011年有一段时间我在两个神学院上课 我早上要从台北搭高铁到新竹 到那里大概26分钟的车程 高铁的车程 然后我去一个神学院教课 2点到5点 教完之后他们再把我送到高铁 我就到台中一个神学院去教课 是7点到10点 所以我那一天就就是12点就坐高铁 去一个地方讲 教神学院三个小时 然后5点再去高铁 他们送我去高铁 再去一个神学院讲课 7点到10点那天12点我上了车 我就高铁旁边那个位置没人 我就把我的公事包放在那个隔壁的椅子上面 因为反正没人嘛 26分钟那天车子要开之前 我就跟主说我现在要来祷告有26分钟 因为呢 祷告哈 时间过得不见得很快 所以我一定能够这个祷告控制时间 那天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说 我说我今天要来为我自己祷告 我先跟主讲我今天为我自己祷告 可是当我这样一祷告的时候呢 我感觉圣灵跟我说 你不用为你自己祷告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为你自己祷告不是真实的 你说怎么为我自己祷告不是真实的呢 我心里想我怎么为我自己祷告不是真实的 神感动我说 你为别人祷告倒是真心的 你为你自己祷告不是真心的 我说那怎么可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问你 你为你自己祷告比较认真 比较真心 还是为别人祷告比较认真 比较真心 人不为己 天出地灭嘛 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就跟主说 我说我怎么祷告 为别人祷告就比较认真呢 那天神感动我说 你想想看你怎么替别人祷告的 我就好好想想我怎么替别人祷告的 我就发觉我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呢 从来不考虑医生的意见 因为考虑完医生的意见就不必祷告了 因为医生已经告诉你 这个病不至于死 所以就不用祷告嘛 因为他不会死嘛 如果医生告诉你 这个是必死的病 你还祷告什么呢 因为必死了嘛 所以我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呢 我从来不考虑医生的看法 当然我会去了解医生怎么说 这个病 大概怎么样 可是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不考虑医生的意见了 我就是祷告要他痊愈 我只能这样祷告嘛 病人也这种期望 我也真的这样期望 我不希望病痛 临到我的弟兄姐妹 我的会友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 他三个血管都堵塞了 他要做心导管 然后那天要到支架了 我就要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抓着他们两夫妇的时候 因为都是老人家 我就抓着他们两夫妇 他们两夫妇也抓着五十三个祷告 因为医生马上 病床马上要来 要把他推进去了 我祷告是非常简单 第一我就跟着主啊 第一求你让里面的血管是全通的 你知道我们弟兄他年纪大了 不舒服 你让全通 所以医生进去检查的时候呢 是全通的 第二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呢 可不可以尽可能通 只放一根支架 第三放一根支架就好 但今天要放好 放对地方 我就这样祷告祷告完 就放主耶稣地都能发门就好了 以后病床来了 我就走了 那天下午那对夫妻打电话接我 她太太打接我的 就跟我说你找到你找到 我吓到了 为什么 因为打电话进来这么慌张 那会不会就安息主怀了呢 结果那个姐妹跟我说 她说结果医生进去 一看三个血管都是通的 是百分之百通的 我常常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 我是真心祷告的 那是真心祷告的 最近还为一个我们欧洲的一个 一个传道人祷告 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我的祷告就是很简单 求你医治他 主啊百分之百医治他 他几乎像拉撒路一样要死了 我就跟主说 我要看见拉撒路父皇 我就这样祷告 至于神怎么成就没关系 我也无法改变他对吗 但是我是真心的 2011年那次我在高铁上面 我这样祷告 我就想完以后 我就眼睛闭着继续想 想完我就跟主说 主啊是的 我为别人祷告蛮真心的 可是你为什么说 我为我自己祷告不够真心呢 圣灵感动我说 你为你自己祷告的 最后一句话都说什么 我想了一下我说 我最后一句祷告 通常都是主啊 愿你的旨意成就 然后我才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们 他说就这句话 我说哪一句话 他说你每次祷告 反正都说 照你的旨意成就 我说那当然哦 我祷告当然照你的旨意成就 难道照我的旨意成就吗 我说主耶稣也这样祷告 他说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后照你的意思 不照我的意思 主耶稣也这样祷告 玛利亚也这样祷告 他说我是主的使 你情愿照你的旨意 成就在我身上 那你不是告诉我们说 要主祷文祷告 旨意行在地上中 行在天上 所以都是你的旨意啊 你知道吗 圣灵感动我说 你这句话的祷告 是为了你自己 信心不崩溃而说的 你是先给我开个后门 以至于如果 你的祷告没有成就 说你的信心不会崩垮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只是习惯性的 在我的祷告 最后这样祷告 你知道那天圣灵感动 我说因为你自己怕 你的祷告有关于你的事情 我不成就 你担心 所以你就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 那天我非常不舒服 我就发觉神对付我 可是我摸着良心说 对耶 我真的是这样啊 我真的是这样啊 那天 我恼求承诺 我就跟祖说 那你要怎么样 那你要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我的祷告 祷告完了 你就要给我成就吗 所以那天我就 真的生气了 我就跟祖说 那那一件事情 你为什么 不这样处理 这一件事情 你既然这样做 那我就这样祷告 希望你这样做 另外那件事情 我要怎么样 我就一连串 祷告三四项事情 都是有关我的事情 我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以后我很生气 以后完了我就跟祖说 不主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不祷告了 抬头一看 高铁已经 车子已经停了 已经停在那一站 我赶快抓了 我的公司包就下车 以后就去 两点在一个神学院上课 七点在一个神学院上课 上得很累 每个礼拜一都很累 那个时候 晚上回来的时候 坐高铁 从台中回来 上了高铁之后 我又把 最后一班车了 就已经没什么人了 我又把包包 放在隔壁的椅子上面 就坐下来 但我坐下 我想说睡一下吧 反正等一下 还有一个小时 车子才到 睡一下吧 我眼睛一闭起来 圣灵又来了 他就跟我说 把你中午的祷告写下来 我说为什么 哇 欺人太甚了 中午已经逼着我 就说我为别人祷告 很认真 为自己祷告 不是真实的 现在又来了 说叫我把中午的祷告写下来 我就问神说 我为什么要把中午的祷告写下来呢 你知道圣灵怎么感动我 他跟我说 因为你的祷告 我会记得 你自己的祷告 你不一定记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祷告 我们不一定记得 但我们每一个祷告 神都记得 我现在多感恩啊 想起这一句话 想起那一幕 我多感恩啊 可是当时我真的很生气 你是神 我不过是人 你就要逼我吗 我那个时候 就把手机拿起来 把那个祷告词写下来 现在那个祷告词还在我的手机里面 我写下来 几年几月 几日我怎么祷告的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以后 写完了 我就跟你主说 写完了 手机里面 记录了我跟你的祷告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我所有祷告的那个内容 神都成就了 成就了以后 神又来了 他跟我说怎么样 你现在相信我是能够成就 所有事情的 神 能怕 你知道我真的吓坏了 因为我当时不相信 神会成就那些事 你知道我们多小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就是在圣灵里祷告 就是真实的把你的状况 跟神说 我突然发现 我活在神的海里面 因为我每一个祷告 神都垂涎 所以活出爱 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活出爱 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 这是两个方法 最后我们讲心态 什么叫做心态呢 就是我们 怎么样 才能够一直保持 活在神的爱中呢 那就是要不断 仰望主的怜悯 这里说仰望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这是我们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也是活出神的爱的态度 就是不断仰望主的怜悯 即使我们一直遵行主的道 刚才的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 我们不断地在圣灵里祷告 第二个 还有一个基本的心态 那就是要不断仰望主的怜悯 什么叫做不断仰望主的怜悯 是因为不是我们每一次的读经 每一次的祷告 之后我们活在神的爱里 就不软弱 不跌倒 没有困难 地震的时候 别人的房子都垮了 就是我们的房子没垮 台风的时候 所有的房子都被吹到了 我们的房子没被吹到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 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以为信耶稣基督之后 有个最大的特权 坏事都远离 好事临到 所以下大雨出去说 我不用打伞 你都不会打在我身上 没有这回事 活出爱 或者保守自己 常在神的爱中 并不表示我们没有遇见困难 即便我们好好读圣经 在至上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即便我们好好地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 都不表示我们不会遇见难处 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但就话说我们仍然会有难处 我们会有难处 只有知道自己 一切是在主的怜悯中 我们才可能继续前进 继续往前走 继续借着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就能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30多年前我读华生 那个时候我们的院长 是林道亮院长 林道亮院长 大我50岁左右 他都50岁 我去读的时候 他大概已经80岁了 我30岁了 有时候他上课呢 我们这些年轻的那些神学生 一天通常去问他问题 他通常站在讲台那边 我们下课都不放过 就跑去跟院长说 院长院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讲我们的状况 说你看怎么办 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我们就跟他做见证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需要开车去载他 从一个地方载到另外一个地方 哇那是一个特权 可以开车载院长 所以我很多的问题都问他 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如果你认识林道亮院长 但除非你年纪很大了 你应该不太容易认得他 他的头很大很大 然后呢 他就你在讲事情 他老是把眼睛闭着 摇头 然后眼睛闭着 就摇头微笑点头 然后他就说一句话 他常常说God's grace God's grace 或者说God's mercy God's mercy 他说神恩典啊 神怜悯啊 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 终于明白 为什么老仆人说 God's mercy 活出爱 要不断仰望 主的怜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结束今天的信息了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在这个疫情性虐的时代 我们能做什么事呢 我们就做我们要做的事吧 好好爱人 去服侍别人 到教会里面去 参加敬拜 但是 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 要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 这个不良的环境 周围有这么多 有需要的人 不对的人 神需要我们去做桥梁 神需要我们去帮助别人 那我们怎么可能帮助别人呢 或者我们怎么样 能够站立的住呢 犹大书 第20节21节 告诉我们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现场感谢 谢谢你 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借着不同的环境 我们要来经历你 我们当中一定有人在顺境中 可能有更多人在逆境中 有的人想不通 有的人常常想不通 亲爱的我求你借着今天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诗歌 我们的祷告 你让我们更认识你 我更求你借着这篇短短的信息 让我们愿意在我们今生当中 一直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里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知道用两个方法 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求你让我们用一个心态 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好 我们正道到这里